原木小火車 原木小火車 哈囉大家好 湯瑪士的原木小火車 在國外有兩個系列 你知道的啦 就是像左邊看到的 Early Engineers 跟右邊一般的 那他們差別有什麼 不一樣呢 可以看那個Early Engineers的 那他有寫說 是那個18個月以上 那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那個原木小火車的話 他就是兩剩以上 在外面外觀看起來 那如果是 背後呢 其實 沒有太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好了 嗯 如果大家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照片的話 就是跟一般的 Tomas他其實是兩個輪子 然後他下面一樣 就是每一台火車 不管是 廢雪系列的 合金或者是像這樣子的 原木小火車他下面都會 標明這台車的名字 那這一台就是主角Tomas 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塗料 然後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台 James 這一個 看一下 James的話有 兩節車廂 他有兩節車廂 那一樣是磁鐵 然後 他是五號的 James 然後而且 那個 James的車廂後面 也有寫說是 James Standard 看一下 可是兩個擺在一起 差別在哪呢 嗯 我想 可以從大小看得出來 呃 一歲半 就是18個月的 Early Engineers的 木頭火車 他為了要讓 小朋友的小手 更容易掌握 所以他做的比較大 然後結構也 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 呃 大家可以上網 去看看他的 其他車子的話 會發現他大部分 會做的像這樣子 短短的 然後 而且只有 兩個輪子 那 但是像這樣子 一般的 呃 火車的話 不管是像 Thomas 或者是James 或者是其他 Spencer啦 Emily等等 他的火車 他會比較忠於 卡通裡面的圓柱 譬如說 附油車廂 然後 如果像James的話 卡通裡面是三個 輪子 他就會附三個輪子 所以看起來 就會有這麼一點點 不一樣 不過呢 實際在玩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接起來玩 一般版的 那個 原木小火車 像是 我今天拆開的這個 James 他其實裡面 就會多附了一個 像行路的東西 一個是他的 類似像Name Card 就是 介紹這台火車的 的卡片 比方說 前面就會有一個 他的寫真 然後 告訴你他的名字 那 後面的話 就會說 他喜歡 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去表達 這台火車的個性 那 有一些喜愛的人 或者是小朋友 他可以藉此去 更融入這個卡通 那 如果說 爸爸媽媽有心的話 也許 可以透過這個 去教他一點一點吧 然後 再來就是 他會再附一個 就是 呃 這個版本 原木小火車版本 他裡面 這個系 整個系列裡面 到底會有哪一些角色 目前為止出的 那 不過 我 我拿到的 應該是 波寶行 之前 帶領的 的車子 我不曉得說 目前國外的這個DM有沒有 增加內容了 那像 他的 正面 他就會有 你看每一台 包括像 呃 從 泰瑪士 就1號 2號 3號 一直下來 那還有就是 他其他的小配角 那 以及他的 車庫啦 或者是一些 橋啦 或者是其他的 車站啊 等等的 一些 配件 木頭配件 那後面還有一些 更 更 更大 組的 場景 然後可以讓 他馬士尼去 收集 然後 所以小朋友有一些 呃 很入迷的 那這個DM或許 就變成是一個 他很有興趣的東西 那至於 他們可不可以在 軌道上面跑呢 等一下 欸 剛好家裡有兩個 這個是 Thomas的 木頭系列的軌道 那這個的話是 日本 Tommy的 那個 塑膠軌道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Thomas OK 沒有問題 那他可不可以 跑塑膠軌道呢 OK 也沒有問題 那James可以嗎 第二根 也很順暢 那如果是塑膠軌道 透明的塑膠軌道的話 其實 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 像這樣子的 木製小火車 Thomas的原木系列小火車 他在設計的那個 車鋸 就是車輪鋸 他在木頭軌道 不管像是Thomas自己的 木頭軌道 或者是像我們 比較常買的 巴恩捷尼 或其他的 一般只要是 標準軌的 木頭軌道 或者是像Tommy這樣子的 藍色塑膠軌道 他都可以跑 沒有問題 掰掰